大家的解讀会不太一样 但一方面 当然有些人觉得狗 是一个辱骂的词 那但是很多人可能家里有养狗 又觉得很可爱这个宠物 大家对狗的这个定义 其实是不太一样 但但重点这样 凹成这样也太离谱 重点是这样 因为其实那一天 他在讲的时候 他主要是针对侧翼网军 就是在制造混乱的人 所以他那个时候 并没有去指名道姓说谁是狗 那后来有一些 可能有立委就自己跳出来 就对号入座 其实我们自己有点慌张 想说为什么要对号入座 杨宝珍女士 我是要提醒你 柯文哲讲这个话的时候 是有情绪的 是用负面在批评人的 他如果生气 带着负面的批评词 你不用再去把美化成形容狗 很可爱 我认为狗很可爱 我养过十字西施 一个在网路上 都可以对符帽表达意见 怎么表达意见 叫做侧翼 就可以被骂成狗呢 柯文哲讲话 真的天天特特 是自己打脸自己 那我先请教委员 等一下我再让这个宝珍来做回应 我们看他说什么 他说你有听到 哪个影像 哪个公开场合 说柯文哲要重启服貌吗 所以就这是假新闻 他说对 这就是假新闻 这是一个认知作战 那我们讨论不行吗 医学上 什么东西都可以讨论 然后后来他又讲说什么 民党立委 侧翼 每天在那里放狗咬人 要不要狗主人 自己出来回应一下 他动不动就要狗来狗去的 那我们看这个 这个是民众党 有一个YT频道 他丢出来的东西 我们把它变成一个竹子 是柯文哲自己说的 他说这个我要重启服貌 这个事情 我们只是在一个内部讨论的时候 写的一个文件 就说要拿出这个 你就拿出去讲 变成好像一条龙的在做攻击 如果没有先内部讨论 你如果没有要重启的话 你干嘛讨论 对不对 然后结果好像感受到风向 好像稍微不利 协讯十年前的柯文哲 我怎么是一个这样摇摆的人 这样贴上标签之后 是不是有一些选民就不支持我了 好像他又开始变动了 你怎么看 有人会变来变去 转来转去 有人很会圆谎 很会诈骗 但是我觉得还是回到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第一个先讲狗这件事情 我觉得不管是自己的党工 或者别人的年轻的政治工作者 意见不一样都可以讨论 不要动则用狗去称呼别人 这跟礼貌无关 我看到民众党发言人 那只是个比喻一样 不要对号入座 我觉得 你如果认为那叫比喻而已 不要对号入座 以后我们是不是都称呼对方 叫狗发言人 不好 讲错了就道个先说 我这个比喻不当 我收回来 很容易就可以把它解决掉的事情 我补充一件事情 那么我在告过的 磕粉跟韩粉里面 有人骂我是狗 我因为这样告他妨碍名誉 在形式跟民事上面 通通都成立 所以狗是侮辱人的一个字眼 千万不要跟我讲说 你认为他很可爱 没有这回事 我觉得就是要选总统的人 可以标准比瑞德哥大哥更高一点 就是他曾经称呼自己的人 说把狗带回去 对 赖湘宁不是在脸书上 要求道歉吗 发生过吧 难道那个狗不是比喻是实质吗 那个党工是一条狗吗 不是吧 第二个叫做什么 背后的主人 狗后面的主人出来谈 公共政策 谁都可以讨论 用那个主字 主人 其实那是一个帝王思想 就这种议题 大才可以说 村里人都是狗而已 我觉得这个态度 该修正就修正 要硬拗就去硬拗吧 我觉得民众看得很清楚 第二个 讲说监督条例赶快过 要不然怎么样怎么样 就跟现在新闻局长要封关一样 你是不是搞不清状况 我们在第九届立委的时候 监督条例就融合在 两岸人民关系条例里面 对于这样重大的政治或经贸议题 要立法院高度共识 就四分之三绝 有了 他说没有没有 那个比较监督条例 我还看到柯文哲讲说 两岸人民关系条例 只有处理政治议题 经贸议题没有处理 可以用功力点 你看一下通商的协议 通行的协议 还有农产品检验标准 这些都属于经贸层次 是不是经过两岸人民关系条例 来进行讨论的 所以有 你可以说你主张另外弄一套 可以 但千万不要说 两岸人民关系条例 只处理政治议题 没有处理经贸议题 那这很明显的跟事实不符 然后又说 那个福茂的 福茂的案子还挂在立法院 他说还挂在立法院 你知道立法院所有提案过的东西 永远都挂在那里 第七届的立委 第八届的行政院提案 第八届的立法院提案 永远会挂在立法院的网站上 那叫历史文件 但戒旗不连续 不好意思 哪怕你三读到最后一个斗点 没有念完 换戒通通重来 所以讲说 没有啊 福茂案子还在立法院 我一看 那立法院民众党的立委 要不要回来跟他讲一下 第九届的案子也还在 但是要全部重来 然后另外一个讲说 没有啊 我只是反黑箱 没有反福茂 这个我就不辩论了 因为那个衣服上面 柯文哲当时候穿的衣服上面 来 在这边 台湾不能福茂嘛 所以他说 那只是一件衣服 那不代表我的立场 那就好了 我就随便你了 就是当时的态度是什么 其实很清楚 黑箱是不对的 福茂是有害的 不能黑箱 但是福茂对台湾 当时讨论是不应该的 美中贸易战之后 我们台湾要站在哪一边 美中的晶片战 晶片法案通过之后 台湾要站在哪一边 所以现在时空背景 是更加不应该往那边走 所以福茂跟黑箱 是不是两个都要讨论 我最后要讲的是 有一个逻辑说 这个只是内部讨论福茂 不是要重启福茂 我可以部分接受 就是柯文哲在内部 他们有讨论重启福茂 这件事情 就是在想了嘛 我最近看网路写一个 我本来还看不到 我还在写什么 就是男性跟女性说 我只是讨论你给不给约会 不代表我想跟你约会 这个逻辑很拗口 基本上民众党要讨论 重启福茂 是一个政策 公共政策讨论 可以尊重 可以拿出来讨论 学侯友谊 公开挺福茂 大家在讨论 现在不是 他现在内部的文件 一纸文件在讨论重启福茂 然后被外面发现了 就说你们这个是抹黑 我们只是讨论重启福茂 没有要重启福茂 那如果听有的人 拜托抠音你 让我知道一下 我觉得公共政策 就可以讨论 要讨论重启福茂 也没有什么错 把这个气急派外的狗 这个什么 抹黑都拿出来讲 这个不好 所以回到一个基本的事情 我个人是认为 福茂开放是对台湾是毒药 伤害台湾在国际贸易的能力 也伤害年轻的就业市场 那民众党要赞成 可以拿一个道理 大家来讨论 这个不要随便讲 拿出来讨论就是狗 这个不好 有没有要重启福茂 我等一下再请教 我先请教保证一个问题 就是那个狗的问题 因为我真的没有看过 原知你有听过 你们国民党的人说谁是狗吗 说你们的幕僚是狗吗 没有吧 没有嘛 那民进党也更没有 只有民众党动不动 就狗来狗去的 那你觉得 主席讲这样的话合适吗 我觉得的确这个 大家的解读会不太一样 但一方面 当然有些人觉得狗 是一个辱骂的词 那但是很多人 可能家里有养狗 又觉得很可爱 这个宠物 所以柯文哲是因为 觉得很可爱 才拿出来讲 大家对狗的这个定义 其实是不太一样 那重点是这样 也太离谱 重点是这样 因为其实那一天 他在讲的时候 他主要是针对侧翼网军 就是在制造混乱的人 所以他那个时候 并没有去指名道姓 说谁是狗 那后来有一些 可能有立委就自己跳出来 就对号入座 其实我们自己有点慌张 想说为什么要对号入座 所以其实那时候 主要针对的是在讲 第一个 如果你们觉得狗 是可爱的动物 以后是不是柯文哲 你们所有的同仁 都以狗互相称呼 不要这样凹 他那个口气 那个脸是愤怒的 他不是在称赞 我觉得你们这样 是在现场 指名道姓 这样就不 那个杨宝珊女士 我是要提醒你 柯文哲讲这个话的时候 是有情绪的 是用负面在批评人的 他如果生气 带着负面的批评词 你不用再去把美化成 形容狗很可爱 我认为狗很可爱 我养过十字西施 第二个 这件事情 是公共政策 公共议题 谁都可以讨论 不要说讨论的人 不合你的意 就叫网军策议 都要合你们的意 才叫公共议题 不合你的意 这个叫网军 那个叫策议 我坦白讲 任何一个公民 一个在网路上的人 都可以对福报表达意见 怎么表达意见 叫做策议 就可以被骂成狗呢 何况我直接讲 洪森汉委员po文 那个记者问问题 是针对那个东西 来回答的 不是洪森汉 自己对号入座 然后现在讲说 放狗咬人 叫后面的组织出来 总是你们主席讲的话吧 难道这是夸张的话吗 难道那一个 出来谈论 这件事情的立法委员 洪森汉很年轻 三四十岁而已 他没有资格 谈这个话题 叫做狗牵回去 主人出来谈 我刚才讲这件事情也许是 是你们柯文哲的口头禅 因为他对赖湘林 对你们自己人也讲说 谁家狗牵回去 他也许有这样讲话的习惯 那我体谅他的年纪 他就出来讲说 这个用词不当 我收回 结束 我就认为 就回到公共议题讨论 没有必要追杀 我最遗憾的是 年轻如你 你竟然去把这个 用狗去形容 讨论不同意见的人 可以美化或合理化到这样子 那我们还不要 讨论公共政策 小黄树 小黄树 小皇把 每个房子 小朋友 小卑 小的